关于法帝普他的境界 已经不把功德当作功德来用 是怎么理解呢 你说一个妈妈为孩子做事情 会觉得她在做好事不了 不会 好了 听不懂啊 你想想看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听 一个人在做好事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 他已经不认为自己是做好事了 你说这人 你说这人境界够不够了 师父你看啊 你看啊 就像我们要救人 也不用想用什么方法去救 而是行为出来已经是方法了 是这么理解吗 对啊 就是对了 你这句话很有智慧啊 你的行为做出来 你已经是个好人了 你根本用不到去想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了 对不对 因为六地菩萨开始 已经到八地菩萨的境界 都是已经应该是大会了 大智慧了 已经大智慧了 他是已经是若生若灭了 明白了吗 他已经离一切法制性向了 没了 他没自性向了 他已经完全就是说 已经说八地菩萨生门圆绝了 这还不懂啊 他已经 已经我们讲起来 一切是维心意识 他已经能够观察到 这个一切是维心造 这个分别意识 已经在他这里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已经 看不到他自己 他我所不见到的 这个法的种种诸相 已经我已经看不到 这个这个人间 所有的种种法相了 他没有了 所以他不会生出执着之心啊 他没有执着之相了 他没有人间所有的 一切的这种习惯了 明白吗 他已经得到 八地菩萨已经是大智慧 他已经得到大智慧的三昧了 他完全自由了 自由了 完全自由了 听得懂吗 那么师父 你看啊 这样子不就是 不食善不食恶 方正菩提神 对啊 他没有善没有恶 并不是说他 做出来的事情 没有善恶 而是说他已经不知道 这是善和恶了 他做出来就是善 他做出来就是菩萨的事情 你说这有什么了 明白 那么请问师父 请问师父 那么菩萨救人 还会有念头吗 菩萨救人 就是没念头了呀 菩萨有念头 佛啊 八地菩萨 七地菩萨 六地菩萨 就开始没念头了呀 哦 他有什么念头啊 他救人 他已经作为己任了 他作为自己的任务了 他根本没有 没有说我要救你 他没有我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我问你 我问你一个游泳池里的救生员 看见人家要溺水了 你说他跳下去 他还会想到我要救你呀 没了 他就觉得我应该做的 这个事情我必须要做的 对不对 所以他的脑子里 八地菩萨 他已经灭尽了一切烦恼的种子了 没有烦恼了 所以他的智慧非常的清静 所以他才能安住在八地境界啊 听得懂了 听得懂 干净啊 就是你们在师父身边 必须要有非常干净 像我们的那些秘书厨的小朋友 你不干净 你就待在师父身边待不住 你这个境界 你在八地里住 你就必须要干净 已经灭尽了 所有的一切烦恼 也就是说你在八地境界 你没有烦恼的人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